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我兼职做服务员的时候听说过一个故事 很弱智,说一对母女去吃火锅 母女两个全程都没有沟通 然后那个女孩在点完菜后 服务员选了报警 因为女孩只点了两个菜 一个包菜,一个金针菇 然后在包菜的包字跟金针菇的金字下面 各打了一个点,谐音是报警 而报警之后就调查得知 这对母女并不是真母女 而是一个人贩子,一个是被拐的女孩 当时跟我说这个故事的朋友 一直跟我说这个服务员很聪明 成功解救了一个年轻女孩 我在旁边听着,礼貌地笑了下 多余地实在不想说 人家如果真是人贩子 还带你去吃火锅 让你点菜 让你有机会在包菜的包字 跟金针菇的金字下面各打了一个点 这故事显然就是弄出来糊弄人的 只是,我当时完全没想到 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件有点类似的事 而且我也报了警 当然,有一点我可以保证 这是绝对不像故事那么弱智 那一天是工作日,又是工作时间 所以我们店里根本就没几个客人 这时候,有队母女进了我们餐厅 看衣着打扮都还比较光鲜 我因为靠门口比较近 就接待了他们 问他们几位,要吃什么锅 然后那个年纪大点的女人回答我说 他们就是借个厕所 说实话,我们店是开在商场里面 哪个商场没有公厕 不过人家既然已经进来了 秉承服务制上的原则 我也没说什么 借厕所也就让他们借了 偏偏借完厕所 他们还又坐了下来 这次我又拿了菜单过去问 然后这女孩开口了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俩就是走累了 想找个地方坐坐 原来是来蹭坐的 我心里顿感无语 商场那么大 只要你愿意找 总有几个设在外面的位置可以休息 但你偏偏就要来我们餐厅内部 茶味费你懂吗 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 茶味费也要收你两块钱一个 不过还是那句 服务制上 我点头笑了下 仍旧没有再说 可隔了一会 这女孩又问我说 服务员 你这有水吗 我有点渴 请给我们两杯 温水最好 常温的也行 这一下 我心里顿时来了脾气 去找领班请示后 我就想赶人 当然 赶人也不能直说 而是端了两杯水过去 再把菜单一放 告诉他们两个人说 我们店里是有最低消费的 我先前没说 是觉得店里这会反正没生意 占个位置没什么 但待会就是下班时间里 店里的座位得利用起来 我这话一说 那中年女人便眉头凑起来了 问那女孩说 妞妞 这外面还有这说法 女孩点点头 然后礼貌客气地跟我说 那等有人来的时候 我们就走 就这么 我们几轮交锋之后 他们才终于答应点餐 这一次点餐 就真像上面故事里说的那样 就点了两个菜 不过不是所谓的包菜跟金针菇 而是一个最便宜的锅底 跟两个最便宜的菜 跟我说等他们吃完再点 而我拿到菜单的时候 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不是那两个菜有什么问题 而是这对母女身上透着的不对劲 女孩这个年纪的人 该知道商场有公厕 该知道商场有休息做 该知道餐厅有茶味费 以及这正是要面子的年纪 为什么要带着这个女人强留在这里 女孩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 让我想到了某种可能性后 我当即报警 警察到来之后 我先跟他们说了情况 以及我的猜测 这个女友有可能陷入了传销 而这位母亲就是她的上限 将她带来的人 根据我对传销的了解 北派传销就是那种很传统 大家都知道的 囚禁团体的人 逼着他们拉人攒钱 再然后就是难派传销 难派传销不限制人的自由 但比北派传销更可怕 因为它给人洗脑 让你花光所有钱 耗光大好时光 不算 还一直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 是事业 为了这份工作 不少人都会勤俭节约 节衣缩食 就刚才这对母女的表现来看 这位母亲显然就是 节衣缩食的类型 虽然穿得很光鲜有排面 但是本质上却很抠 而她边上这位年轻女孩 我怀疑她们之间的关系 确实是母女 否则这座母亲的 不会将自己真实的一面表露出来 更不会将女孩看管起来 以免惹她一律跟怀疑 但这位母亲已经这么做了 而这女孩显然也是不相信 所以便出现了母亲勤俭节约的情况下 这位明知有查未费等等的女孩 非要进来我们餐厅上厕所 就只为让我们不耐烦起来 甚至于还想跟我们报复冲突 而这位母亲显然不愿意这样 这情况说起来似乎是个玄学 但我在这个城市读书兼职 也都有段时间了 知道这个城市有不少做传销的 也见过边上的朋友有做过这个 所以对这样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 再或者说人的潜意是第六感 有时候真的很灵 这对母女不对劲 不管是不是传销 我都该找警察来一趟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这女孩真遇到什么大麻烦了呢 帮人就是帮急 这是我自小就清楚的道理 而警察听了我的话后 也赞成我的说法 他们以搜捕逃犯的名义进了餐厅 开始对我们餐厅仅有的几个服务生 以及这对母女进行盘查 我站在远处悄悄看看 眼看着这位母亲的眼神慌乱起来 而女孩则如是重负般泄了一口气 紧跟着 便是那母亲攥着女孩的手起身 说他们不是逃犯 有事要先离开 我正想着上前拦住她 要她买单 就见女孩猛正开女人 朝警察跑了过去 在确定安全后声泪俱下 她告诉警察说 她母亲陷入了传销 现在母亲还将她骗了过来 想让她也加入 她不信不听 还想带母亲离开 母亲便认定 是她不够聪明不懂事 太叛逆 便不顾他们这行的规定 收了她的手机 限制她的自由 再带着她出来 想让她见见他们这行 已经成功了的人 而那人说 因为堵车 所以还一直没能过来 她看准机会 便说要上厕所 进来商场之后 却不去公厕 而是顺脚 就进了我们餐厅 她的想法是 想让我们不耐烦起来 然后随便找个由头 吵架闹起来 这样就能有人报警了 现在虽然还没到 吵架闹起来的地步 但好在有人报警了 警察知道情况后 当即承诺 会让女孩安全离开 而女孩的母亲 也会接受惩罚跟教育 但教育的结果会如何 我就不得而知 被洗脑的人 不会那么轻松 就认清现实 但有所常识 总比没有好 这就是我遇到的 整个事件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那一天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亲友随行 一路上欢声笑语 我穿着精心定做的西装 左胸口袋上 别着新郎胸花 满脸笑容 前去迎娶 即将要成为 我老婆的那个女孩 到了婚闹入门环节 在一一满足了女方 越来越过分的要求后 门口的丈母娘 却突然狮子大张口 临时加彩礼三十万 别说开门了 只要钱不到位 这婚就甭想结 这场接亲闹剧 起源于 我的第一次相亲 我家在农村 父母恨不得我大学 一毕业就结婚生子 但我不想给原本 不富裕的家庭 增加太多压力 一直说缓几年 无奈父母总觉得 农村妈妈 先成家再立业 才是最靠谱的 于是在父母 不胜其扰的催促声中 看着他们 日渐苍老的脸庞 我终于低下头 在五一假期 回老家接受了相亲 和我相亲的女孩 名叫蒋美琪 听说一家人 刚从南方搬回来 她也是被父母逼着相亲 蒋美琪比较健谈 听说你是程序员 还在创业 就是给朋友的公司帮忙 我如此回答 其实我是以技术入股 跟朋友一起合作 做一款拉的开发 但目前公司 还在草创阶段 进展不顺 举步维艰 你对我感觉怎么样 初次接触后 为节省彼此时间 作为直男的 我直接了当地 询问了当事人意见 挺有上进心的 很本分 也很孝顺 感觉还不错哦 这是蒋美琪的原话 我当作是客套 可我爸妈不这么觉得 反而高兴地认为是女孩 一眼相中了我 说实话 蒋美琪外形等个方面条件不差 但两位老人却最看重 她是未婚的女儿 毕竟我作为村里 为数不多 29岁高龄的老光棍 目前工作又不稳定 能遇到这种条件的女孩 简直是老天爷开眼 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我出差的那几天 父母居然找了个媒婆 非常正式地去提了亲 但更让我意外 却是女方家竟直接同意了 只是彩礼要25万 父母一咬牙 二话不说 直接将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 一下子给了出去 等我再回来老家的时候 就这么莫名其妙 就多了个未婚妻 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按照我们这儿的情况 彩礼要的是稍微多了点 订婚当天 蒋美琪还特意私下找我 单独解释了一番 我有个弟弟 不争气就知道晚安 我妈整天操心她 找媳妇的事 我这个做姐姐 于情于礼 也得帮衬着点 蒋美琪主动说明 缘由后并道了歉 农村里本来极为 讲究人情事故 单亲家庭出身的蒋美琪 能如此坦诚相待 倒是让我对她的印象 好了几分 此时目已成舟 我只得接受眼前的现实 订婚宴半晚 我俩的正式婚期 也定在了年底的腊月十五那一天 但我万万没想到 订婚宴的结束 却是我噩梦的开端 第一个让我有些意外的事情 是订婚结束后 蒋美琪主动要求 搬到了我在市里的住处 但与其说同居 不如说是合租更贴切些 因为我俩除了分床 还住在不同的房间 在她蒋美琪搬来的第一晚 她就一脸真诚和腼腆 我这个人比较传统 想把自己的第一次 留在新婚之夜 你不会怪我太自私吧 没事 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并非是那么俗套和着急的人 在没有太多的感情基础上 一领着人家女孩进门 就要睡人家 看到蒋美琪这么洁身自好 我挑不出什么毛病 尊重她的选择 也真是我的肺腑之言 但随着相处时间欲久 在狡猾的狐狸 也会慢慢露出尾巴 平日里 蒋美琪除了五体不勤 五指不沾阳春水 在我这里 纯粹当起了养尊处优的 富家太太外 美琪名誉是为了婚前保养 想要在结婚时 呈现最好的状态 而她无节制的消费观念 也让我倍感压力 这一天 信用卡短信 竟再次提示 消费一万三千多 晚上 我回家一问 蒋美琪挽着我的胳膊撒娇 就买了点化妆品而已了 平时我也会让去国外出差的女同事 顺手给她带过化妆品 都是名牌 价值不菲 我不反对女生爱美 但也要综合考虑自己的消费能力 量力而行 蒋美琪见我全程黑着脸 眼圈马上开始泛红 就为了这点 破事而凶我 我就是想着 结婚的时候 能更好看一点 到时候你也有面子 蒋美琪抽气道 我又不是单纯为我自己 也是为了你 至于吗 对此 我实在不想吐槽 蒋美琪随即撒起娇来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保证最后一次 别生气了好不好 女孩主动认错 我作为一个大老爷们 实在不好斤斤计较 起初我以为蒋美琪 可能真的会改掉这些小毛病 没想到 却是变本加厉的开端 因为年底结婚 我早早就看中了一套小两房 准备当婚房 东拼西凑 连首付款都准备好了 结果蒋美琪非要亲自去看看 说要给点装修的参考意见 对于这合乎情理的提议 我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但等到了现场 蒋美琪却开始各种嫌弃起来 挑三拣四 房型一般 采光还差 还有这客厅 也推太小了 不如加点钱换个大一点的户型 蒋美琪轻飘飘的一句话 让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为了这套婚房 我跑了好几家中介 研究了数月 各种对比 才选了这么一套性价比最高的房子 以我的收入能力 算上首付加月工 以及生活等费用的支出 这套房子 无疑是最优选择 买大一点以后 升职空间还大呢 你说对不对 亲爱的 蒋美琪俨然一副 女主人的模样 一旁跟我已经相当熟人的中介 神情尴尬站在一旁 不知道该怎么劝 换房可以 让你家也出一半首付吧 凭什么 蒋美琪文言 一脸的不可置信 我说 凭这套房子 是以后我们两个人住啊 蒋美琪有些生气了 当初听你爸妈说 你本来就准备在市里买房的 为什么到现在 还要我家出首付 钱不够 我没有多做解释 你不是开公司的吗 蒋美琪嘟囔了一句 我又没工作 哪里来的钱 开公司 我是跟家里人说过自己 目前在创业 但只以技术入股 或许是老爸老妈觉得 创业和开公司的概念差不多 加上农村人都有点喜欢夸大 这才有了误会 我还开矿呢 眼见无法沟通 多日以来 玉姬的怒火 直接让我拂袖而去 留下蒋美琪在原地窘迫不已 当天晚上 老爸老妈就直接给我打了个电话 轮流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 你知不知道 现在娶媳妇多不容易 对自己的未来老婆 就不知道让着点 老爸怒气冲冲 老妈也开始劝慰 我知道你工作压力大 才没控制住情绪 琪琪呢 是有点娇气 但女孩子嘛 不都这样 平时忍让着点 都会过去的 你看我和你爸 这些年小科小碰吵架不少 但这么多年 不还是过来了 不用猜都知道 这是蒋美琪在背后告了黑状 听着电话里的怒气冲冲 逐渐变成苦口婆心 我也就懒得争辩 看来我爸妈并不知道 事情的来龙去脉 为了安慰爸妈 我只得硬起头皮 说会去蒋美琪家 给她主动道歉 去年 我从原先的公司辞职 跟着一好哥们 老储一起创业 主要做开发 上个月 公司资金链断裂 近期正交投烂额 一筹莫展 我现在 却又要去请试驾 实在开不了这个口 老储似乎看出了我的难处 拍着我的肩膀 微笑安慰 老丁 咱俩什么关系 有啥开不了口的 事业固然重要 但家庭也不能落下 去吧 公司里一切有我 等到回到老家的时候 老爸摆着个臭脸 上来就开骂 马上就三十岁的人 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老妈将一些准备好的礼品 放到我面前 小声提醒 这些都是你爸给你提前准备的 他呀 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都是为了你好 老爸掐灭手中的烟头 冷着脸走出门 老妈将之前我偷塞给她的那张银行卡 放在我的手心 知道你一个人在外不容易 这是留给你们养老的钱 我坚决不要 老妈趁怒地瞪了我一眼 咋了 你还想以后不管我们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接着 只要你能好好的 我们两个老头在村里 也没啥开销 靠着两母弟就能活 我鼻子一酸 默默接过道歉用的礼品 但万万没想到 我还没走出门 蒋美琪的妈妈 就带着她的三姑六婆 一堆八杆子打不着的鬼亲戚 堵上了门 不能落了亲家母的面子 泡茶去 老爸也着实吃了一惊 赶紧让老妈热情接待 还傻愣着干什么 散烟啊 老爸黑脸瞪了我一眼 那些亲戚一进门 就开始诉说着 我未来老丈母娘谢金花 一人抚养两个子女 是如何不易 让我要知道 孝顺丈母娘 在邻居等一众 看热闹围观者的注视下 我一边散烟 一边只得点头附和 只是下一刻 话风突变 碎嘴式的闲聊 漠然之间变成了对我的口诛笔伐 还是在我家里 当着我父母和邻居的面 说什么以蒋美琪的条件 能跟着我 是我的福气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现在两人订了婚 又住在了一起 那跟两夫妻也就没啥区别 既然是夫妻了 就要保证婚后生活的质量 要个大点的房子 也在情理之中 并不过分 男人嘛 要大气一点 别一点 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斤斤计较 眼见蒋美琪 躲在人群中 低眉顺眼的乖巧模样 我气不打一处来 正要开口反驳 却被一旁的老妈 暗中揪着胳膊 连连示意我不要多说话 一向爱面子的老爸 低声致歉 各种散烟 说着好话 还替我做出了各种保证 未来丈母娘谢金花 这才神色稍缓 示意让蒋美琪开口 来了个约法三章 第一 房子不能低于150平 不然以后 我妈和明州来 都没地方住 总不能要他们住厕所吧 蒋美琪的弟弟叫蒋明州 此时就也坐在一旁 模样又胖又矮 戴着高度近视眼镜 不过只顾着玩手机游戏 这尼玛什么跟什么呀 听到这里 我算是回过未来了 改买大一点的房子 感情不是为了改善 我的婚后生活 而是为了给蒋美琪 他妈和他弟 提供一个便利 合理吸血的地方 我刚要站起断然拒绝 老爸却一口答应下来 可以 老妈神情尴尬 有些不知所措 在老爸的眼神示意下 老妈只得点头附和 女婿孝顺丈母娘是应该的 应该的 此时的我已经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却听蒋美琪说出了第二点要求 房本上要加上我的名字 蒋美琪察言观色一番 说道 我现在没工作 也没什么其他经济来源 房本上不加名字 我没什么安全感 去你妈的 此时我再也忍受不住 站起来就破口大骂 蒋美琪 你别整天白日做梦了 蒋美琪眼圈一红 站起身来 摸着腹部 咋了 我就是想给我们的孩子 多一点保证而已 这有错吗 我们的孩子 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磅炸弹 让我爸妈待立在原地 包括我在内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的脑袋有些短路 不可能 自从和蒋美琪同居以后 我跟她从来都是分房分床睡 出于对她的尊重 我也从未跨过雷池一步 你别告诉我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蒋美琪突然一下变得十分委屈 眼泪巴巴地流 就上个月 你喝醉酒的那次 上个月 无数的画面在脑海中闪现 上个月公司资金链断裂 为拉投资陪客户 我确实喝大了一次 依稀记得回家之后 蒋美琪是扶着我回房间睡觉 但后面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是真的没啥印象 我本来是想着等结婚之后 我们在同床的 哪里想得到你那么着急 那么蛮横 蒋美琪挖的一声哭出来 将一份B抄检查报告拿了出来 谢金花见状 眼睛顿时瞪得像同龄 好啊 丁老三 你儿子有本事啊 把我女儿的肚子搞大了 就以为能吃准我们家是吧 现在婚也定了 孩子也有了 你们腰杆直了 开始敢欺负我们家孤儿寡母 丁老三 老娘实话告诉你 你不怕别人戳你几两骨 我谢金花大不了脸都不要了 这个婚不结也好 谢金花一阵跳脚辱骂 就如同密集的子弹 打得我父母措手不及 我甚至能清楚地看到 老爸因为过于生气 嘴角花白的胡子都在发抖 老妈更是想要上前劝慰 却被谢金花蛮狠推开 咋啦 理亏了说不过还想打人 谢金花已然是得理不饶人 恶人先告状 嗓门又大了几分 你个傻儿子 还愣着干什么 你妈和你姐都被人欺负了 不知道帮忙啊 谢金花夺过蒋明州的手机 怂恿着儿子还手 眼看事态愈演愈烈 我不忍老妈在推嗓中摔倒 赶忙想要上前 够啦 老头子突然一声吼 震退了一片混乱 鼓噪的众人 瞬间控制住局面 亲家母 是我们李亏 在这里 我替我们丁家 还有我儿子 给你们道歉了 我眼看着老头子 把腰弯得很低 脑袋都快垂到地上去 真的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背影 一向高大的老爸 此刻竟卑微到了这个地步 爸 我哽咽着想要把他拉起来 滚出去 谁知道老头子一脚踹过来 几乎要把我的膝盖踹碎 老妈抹着眼泪上前 极力把我推出门 你先出去 这儿交给我们处理 听话 在外面乖乖等着就是 大约半个小时后 闹剧结束 人群散尽 老爸老妈互相搀扶着 走了出来 我还没开口 老爸像是未卜先知 直截了当地说 这婚必须结 为什么 凭什么 我急忙追了上去 老爸转过身来 想要给我一耳光 但迟迟没下手 只是长叹一口气 委屈你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老爸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让我连酝酿好的说辞 都卡在嘴边 是我太着急 看人看走了眼 老爸苦笑一声 我只觉得喉咙发堵 艰难道 爸 我真的没有 老爸替我整理了一下衣领 接着说 你什么尿性 你老子我还不清楚 但订婚了是事实 你们住在一起了 也是事实 不管是不是真怀孕了 只要这事传出去 我们丁家 包括你 以后在村子里 都会抬不起头来 委屈你了 委屈你了呀 老爸摇头 呢喃了两句 自嘲一笑 一瘸一拐地走了 我默默看着 她的背影勾搂 感觉像是 一下子老了十多岁 老妈强颜欢笑 你把她爱面子 爱 也是被逼得没办法 别怪她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赶忙问 后面他们家 是不是又提了什么要求 老妈欲言又止 还是点了点头 在我被推出屋子后 蒋美琪提出了 《约法三章》里的 最后一点 那就让我帮她弟弟 找份工作 最好是 安排到我们公司 毕竟熟人好办事 但是临了的时候 谢金花突然又 附加了一个条件 说是蒋美琪 既然已经怀孕了 那后面的大姐小姐的 礼钱得加一点 作为安胎费 我们这边的习俗 除了最初的彩礼外 每逢大小节日 都要给女方家 送上礼物和礼金 俗称大姐小节 而谢金花 这么上下 两片嘴唇一碰 居然多要了十五万 现在家里 哪还有那么多的钱 我倒吸一口凉气 老妈长叹一声 你爸说 实在不行 就找你两个姐夫 想想办法吧 我家里还有两个姐姐 当初为了能供我 读完大学 两个姐姐结婚晚 结婚时 嫁妆更是少得可怜 两个姐夫 对此一直颇有微词 现在去开口借钱 那不是让两个姐姐 以后的日子 更不好过 不行 不能再让他们 这么无休止 肆意索取下去 刚才就在院门口 站着的时候 我早已经下定了决心 没想到老妈文言 身形摇晃 机遇摔倒 她一把抓住我的衣袖 老泪纵横儿啊 我知道你气不过 但我们不站里儿 你要是再这么一直闹下去 最后吃大亏的 还是你呀 看着父母 一前一后的悲惨模样 我心如刀脚 在人情世故 和名声尤为看重的农村 一旦我把人家女孩 肚子搞大 又使乱中气的新闻传出去 不只是我 连带着我的父母 以及族中长辈 都会成为被人戳几亮股 唾骂的对象 甚至是未来的数年 十数年 我们这个姓氏的亲戚 在十里八乡里 都会抬不起头来 成为被人吃笑的饭后谈资 所以这个婚 我就算是咬碎了牙 也得把血水咽下去 硬着头皮去解 老妈见我无奈点头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实际上 我表面答应 心中却盘算着 该如何进行反击 人善被人欺 我绝不可能就这么坐以待毙 等我回到公司的时候 一点也没有工作状态 心不在焉 也完全没意识到 公司里的气氛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在刚刚 蒋美琪给我发来了 前段时间拍的婚纱照 看着蒋美琪那甜蜜 而又幸福的笑容 我却感觉到一阵阵恶心 为你如同翻江倒海 亲爱的 这是样片 你先选一下 到时候 我再让影楼那边打印出来看看 微信语音里 蒋美琪的声音如常 语气亲密 就好像前几天的那场闹剧 压根就没发生过一样 老丁 老丁 发什么呆呢 耳旁响起了老楚的声音 这才把我拉回现实 老楚朗声大笑 咱们公司啊 这回可真算是 置之死地而后生 什么意思 我愣了一下 老楚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喜不自禁 马上就有一笔五千万的投资进来 咱们公司这次死里求活 有救了 真的 突然起来的惊喜 让我有些猝不及防 一扫我近日压在心头的阴霾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心头资人 袁海祥 也是我多年的好哥们 这时我才注意到老楚的身后 还站着一个气质儒雅的男人 戴着金丝眼镜 眼神锐利 你好 袁海祥 常听老楚提起你 百闻不如一见 袁海祥伸出了手 简单的自我介绍后 老楚用肩膀手肘撞了撞我 海祥很欣赏你的才华 他可是完全是看中了 你开发的那款 未来发展前置 这个不拔一毛的铁公鸡 这才愿意领头的 我连忙说着感谢的话 袁海祥的目光却落在我手机里那张婚纱照上 他抚了抚眼镜 这是弟妹 还算不上 我将笑着点头 却意外察觉到了 袁海祥眼眸深处的一模一样 老楚再次大笑 迟早的事 老丁年底就要结婚 我们的 马上也要公策 现在看来 双喜临门 到时候 洗酒 庆功酒 一起喝 也不知道 是不是我的错觉 袁海祥 在听我这句话后 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晚上的酒局上 老楚兴致很高 我和袁海祥熟忍了之后 也终于抛出了心里的疑问 海祥哥 你认识蒋美琪 袁海祥正了下 他现在叫蒋美琪 我愣了三秒才回过未来 那一瞬间 仿佛见到了救命稻草 直接将最近遇到的情况和盘托出 草 老楚当场就欺诈了 神情激动 老丁 你有困难 怎么不早说 真没把我当哥们啊 这种女人 娶来干嘛 有需要你就给老子开口 听到没 我连忙致歉 让有些微醺的老楚安定下来 袁海祥抚了抚金丝眼镜 神态平静 一个挺有心机的小女孩 早几年 我在东莞那边的私人高档会所里 见过两次 经过简单的了解 我知道袁海祥人脉很广 想要调查清楚一个人 并不是什么男士 只是不等我开口 袁海祥露出淡淡笑容 老楚认定的哥们 自然也是我袁某人的朋友 朋友之间互相帮忙 应该的 我什么都没说 提起一个分酒器 冲着袁海祥一口闷下 老楚冲着我俩竖起大拇指 这还差不多 公司从鬼门关前走过一遭后 我压力被减 也开始有精力处理自己那摊子破事 有了海祥哥的帮助 蒋美琪一家的真面目正式浮现在我眼前 根据调查 蒋美琪以前在东莞干过 学历不高 好吃懒做 但仗着年轻漂亮的脸蛋 收入不菲 生活奢靡 但后来那边打击管控严了 没了活路的他便转换门庭 开始了职业骗婚之路 在我之前 至少已经有三名无辜受害者中招 每个人被骗金额几十万上百万不等 而蒋美琪用的均是化名 骗婚的对象 多是像我这样的程序员 收入不低 不善言辞交际 社交面较窄 用骗婚圈里的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人傻钱多好下手 得知真相的我 愤怒至极 恨不得当场报警 但转念一想 就这么解决了蒋美琪一家 实在太便宜他们了 况且他们对我父母 以及我的伤害很难弥补 之前的损失一旦追讨起来 恐怕过程也会很漫长 时间成本太高 不划算 我此时唯一的想法 只想把之前蒋美琪加注在我 以及我家庭身上的屈辱和损失 一并讨回来 不愿意与之纠缠太久 既然是报复 自然是要一发入魂 一击致命 幸好海翔哥的资源足够强大 居然还调查出了一桩过往密新 多年前 还是高中生的蒋明舟曾猥亵过同班的女同学 其实说是猥亵 实际上算是用墙未遂 不过当时谢金花很是花钱运作了一番 加上蒋明舟未满十八岁 这件事情才大事化小 最后不了了之 现在看来蒋美琪一家还真是满门中烈呀 这样替天行道起来 我也就没有了丝毫负罪感 那一晚 我约上了老楚和海翔哥 在他们两人的出谋划策下 一个堪称完美的报复计划正式出炉 一周后 办公区里搞了个欢迎仪式 这是新来的后勤主管 蒋明舟 大家热烈欢迎 我率先开口 办公区里掌声一片 看到自己的独立办公室 蒋明舟终于舍得放下手中的手机 惊诧不已 姐夫 这真是我的办公室 我点头微笑 那还能有假 来 试试这个真皮沙发椅 蒋明舟甩了甩满是油光的头发 惊喜莫名坐下 各种尝试 这是你的秘书 我挥了挥手 一个青春靓丽身着职业套装的女孩走了进来 朝蒋明舟微笑问好 蒋总好 以后有什么需要 您可以直接开口跟我提 我明显感觉到 蒋明舟的眼前一亮 尤其是听到那一声蒋总后 似乎整个人一瞬间就荣光焕发了 姐夫 你真厉害 蒋明舟此时看我眼神 从之前的不屑一顾 变成了满是崇拜 自己的公司嘛 安排个工作 有什么难的 蒋明舟直勾勾盯着秘书小玉 连连点头 好 好 一定 看着蒋明舟浑然没有防备的模样 我在心中冷笑 后勤主管只是一个空闲 也就是名头响 没什么具体工作 更没啥权利 反正我也没指望 蒋明舟这样一个被宠溺在家 啃老多年的死宅 真有什么突出的工作能力 欲使其疯狂 先让其膨胀 眼前的蒋明舟 正是我报复计划的突破口 中秋节的时候 我主动带着高档礼品上门 请蒋美琪一家吃饭 在高档酒店的精致包厢 谢金花脸上少见有了笑意 连夸我能干 年轻有为 席间 蒋美琪贴在我的身旁 露出乖巧微笑 有意无意的试探 听说你们公司准备要上市了 我假装吃惊 摇了摇头 哪有那么快 传言而已 蒋美琪眼中略过一抹失望 随即有些怒气不争的 踢了踢正在大快朵移的蒋明舟 以后跟你姐夫在公司里多学着点 少偷懒 少玩游戏 知道吗 蒋明舟有些不耐烦的回应 哎呀 知道了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确实 蒋明舟不是小孩了 现在除了上班打游戏外 跟我花重金请来的女演员 小玉正打得火热 此时 我的这位小舅子 已经陷入热恋之中 无法自拔 想让弟弟盯我的烧 估计蒋美琪做梦都想不到 他的这个傻弟弟 早就在我的糖衣炮弹 攻势下沦陷了 哪里会防备我这个知心好姐夫 自从蒋明舟走马上任之后 我就经常带着他 参加一些高端饭局 每每介绍他的时候 都十分正式 郑重无比 这让蒋明舟受宠若惊 受用万分 随后 在我的惊心诱导下 蒋明舟迷上了一款 德州扑克的 几天的战斗下来 竟赚了个盆满钵满 随后他眼睛都不眨 直接全款提了辆奥迪Q5 现在我的这位小舅子 完全就是此间乐不思数 香车美女在怀 又身居高位 俨然走上了人生巅峰 如今 蒋明舟是各种想招法儿的讨好 我还来不及 简直是百依百顺 哪里会听蒋美琪半句 在蒋美琪的眼神试一下 谢金花主动提杯开口 小丁啊 房子的事情弄得怎么样了 我有些愧疚的解释 现在公司状况好起来 就等项目奖金分红 放心吧 房子的事情 肯定能在结婚前搞定 谢金花文言 笑得眼睛都快眯成缝 连连点头 好好好 我就说嘛 当初自己没看错人 给我女儿找了个好归宿 蒋美琪文言 笑叶如花 满眼甜蜜 当我带着这对母女 来到这套198屏的大屏层时 两人都是眼前一亮 虽然目前只是毛坯 但小区周围环境自成一体 基础配套设施齐全 标准的高档社区 最重要的是 巨大的落地窗前 事业俱佳 是市里为数不多的 新建江景房 随后 我直接交了定金 现场跟售楼部的人 签了合同 当然 房产证一栏里 加上了蒋美琪的名字 房产证什么时候能下来 蒋美琪有些 急不可耐地询问 那销售露出礼貌的微笑 表示这是新楼盘 总房产证已经下来 目前正在分割 他用力拍着胸口 信誓旦旦保证说 三个月之内 房产证必然双手 奉送到我们手上 临走前 我客套地跟销售握手 感谢感谢 要不是打了这么多的折扣 我还真差点连首付都凑不起 销售热情洋溢地朝我眨了眨眼睛 谁让您跟我们原总是好朋友呢 正常的内部折扣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谢金花笑的嘴都要咧到耳后跟 直夸我有人脉有关系 和寿楼部的销售客套一番后 走出寿楼大厅时 蒋美琪轻易地挽着我的手臂 开心问道 亲爱的 你说咱们以后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好呢 演 继续演 老子陪着你演 我面露幸福期待神色 拍了拍他的脑袋 就好像在拍摇尾琪讨的狗头 都听你的 蒋美琪将脑袋靠上来 撒娇道 老公 你真好 爱你哟 何止是好 老子还会装傻冲冷 我不乖乖地配合你们一家演戏 又怎么打入敌人内部 一举功成呢 毕竟像我这样 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的二愣子 可不多了呀 随着我这些日子的极力配合 就连蒋美琪也放松了不少警惕 丝毫没有怀疑那份购房合同的真伪 窝子打了这么久 也终于可以开始收网了 姐夫 能不能借我点钱 这一天 蒋明舟鬼鬼祟祟来到我的办公室 见面就直接开口 我洋装诧异 怎么了 最近遇到了什么困难 蒋明舟神情认真到 我想买套海景别墅 结婚 我藏着嘴角的笑意 看来小玉这段时间 耳旁风吹得可以呀 进展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 自从带着蒋明舟沉迷网上赌博后 屡屡大胜 收获颇风 除了直接提了辆奥迪P5之外 还自封为德州战神 凭借着德州战神的自信 蒋明舟很快再次在 里面大杀四方 可就在他想要提现跑路时 却遭遇了滑铁炉 不仅盈利没了 连几十万的本金 也在一夜之间输了出去 想借助规则一本万利的赌徒 又怎么玩得过制定规则的庄家 毕竟那款 他本就是我亲手为他专门设计的 除了蒋明舟这个唯一真人之外 其他的玩家都是机器人 我长叹一口气 明舟啊 为了跟你姐结婚 才离家首付 已经让我的口袋比脸还干净 哪还有什么闲钱在手上 蒋明舟似乎打定了主意 抓住我不放 含泪恳求 姐夫 都是一家人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也是有心无力 我摊开双手 神情无奈 到了晚上 蒋明舟单独请我吃饭 陪坐的还有她的准未婚妻小玉 姐夫 我真的是认真的 蒋明舟抓住小玉的双手 神情真诚 好不容易找到这辈子的真爱 你总不能让我这么白白错过吧 我挣扎再三 勉为其难点头 除非你戒赌 再也不碰 蒋明舟信誓旦旦 绝对不碰 接着她拿出手机 你看 这款都被下架了 我就算是想赌 也赌不了啊 下架个屁 是我自己把后台给关了 小玉这时恰到好处地站出来 有些怒其不争地骂道 早就让你不要玩 就不听 你看看到头来被骗了 除了我跟姐夫 还有谁愿意管你 是是是 你们都是真正爱我 和关心我的人 蒋明舟感激涕零 就冲这一点 我也会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的 我大感欣慰 点了点头 表示相信 但蒋明舟却嘟囔着嘴 可这样一来 我还怎么买得起海景别墅 小玉冲我眨了眨眼 说道 傻呀 姐夫的公司 不是马上要上市了吗 你从姐夫要点原始股份 到时候 只要公司上市 别说一套别墅 十套也能买得起 公司准备要上市是真的 但绝对没有这么快 事实上 蒋美琪早就开始 惦记我那点股份了 甚至还偷偷拿了些钱 给蒋明舟 让他这位身为高位的 后勤主管弟弟 偷偷搞些内部认购 不过蒋明舟连自己的 新提的车都抵押出去了 蒋美琪给的那些钱 还能留在口袋里 蒋明舟没敢跟蒋美琪 坦白钱都输出去了 这不现在正往我身上 使尽想办法找步 我表示很为难 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公司股份的分配 更不是我说想改就能改的 蒋明舟文言 急得都快哭出来 姐夫 你不能不管我 一定要拉我一把呀 这时 小玉出了个主意 让蒋明舟把他名下的三套房子 给抵押出去 套出现金 然后不走公司流程 直接给我 让我私下给他点股份 只要公司顺利上市挣了钱 光是分红 就能本金回本 还能大赚一笔 此时的蒋明舟 对我和小玉 早已经无比信任 连说靠谱 是的 蒋明舟名下有三套房 都是谢金花给他传的媳妇本 其中大多还是蒋美琪的 无私奉献 在小玉的再三劝说下 以及蒋明舟不停哭惨中 我这才勉为其难地 答应下来 但是 我也以其人知道 来了个约法三章 这事得保密 谁都不能说 蒋明舟连连点头 姐夫放心 绝对守口如瓶 嘴巴缝得死死的 此时的蒋明舟 哪敢把自己赌博 顺带着把蒋美琪 给他的内部股份认购金 都给输出去 事情抖落出来 抵押房子后 私下给我的钱 必须得是现金 毕竟是私人之间大额转账 管控风险太高 这笔钱 不能签任何协议和收据 免得因为违规操作 被追究法律责任 蒋明舟听到后面两点 有些犹豫 小玉再次添油加醋 你还担心 姐夫吞了你的钱不成 醒醒吧 你个大傻子 这公司一上市 姐夫马上就能实现财务自由 他会贪图你那点小便宜 真是狗改不了吃食 这点出息 对不起姐夫 咱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我还去怀疑你 是我该死 我赔罪 你别动 这杯我先干了 蒋明舟如当头棒喝 马上幡然醒悟 主动提杯给我道歉 拦都拦不住 我摆了白手 都是一家人 不用这么见外 蒋明舟感动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一下子连杆好几杯 看得我直呼好家伙 这海翔哥找来的女演员 不愧是专业级的 这气氛烘托 这台词功底 这神态转换 不去演女主角 真是可惜了 不过片刻 蒋明舟就烂醉如泥 不省人事 小玉有些嫌弃地看了眼 蒋明舟这个曾经的少年犯 露出笑容 丁哥 咱这叫替天行道吗 我还产奸除恶呢 估摸着再晚几天动手 我都有些担心 小玉会不会入戏太深 真跟这小子滚了床单 让人送走了蒋明舟 这个散财童子后 我转身来到了隔壁的包厢 此时的老孟和海翔哥 正在和三个哥们聊天 他们仨都是 蒋美琪之前骗婚的受害者 袁海翔抚了斧金丝眼镜 露出笑意 看样子 鱼儿是上钩了 我由衷感谢眼前的海翔哥 多亏海翔哥帮忙 老孟有些不耐烦 都是自家哥们 甭来这一套啊 其中一个受害者开口询问 你们真的能帮我们短时间内 讨回经济损失 其他两人 眼神里也有些怀疑 前提是 需要你们的配合 袁海翔朝着我举起酒杯 剩下的 就看老丁怎么表演了 老孟摇头晃脑 开着玩笑 压轴大戏 即将开场 婚期如约而至 此时父母脸上洋溢着笑意 但我却明显从他们的眼眸深处 看到一丝担忧 就在我即将上婚车前 老妈将我拉到一旁 妈 怎么了 老妈叹了口气 将一堆包好的红包递给我 听说美其他们那边有昏闹的习俗 我担心有人会刁难你 我颠了颠 是一堆金额不等的红包 没事的 我安慰其两鬓斑白的老妈 谁知道这些钱 又是她怎么低三下四借来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都到了这一步 可别再出什么幺蛾子 老妈还是担心 为了计划能顺利进行下去 我一直瞒着家中二老 对此我心有愧疚 也着实让他们白白担心了 看来老妈已经有了预感 之前我对蒋美其百依百顺 让蒋美其一家以为吃准了我 这次借着我们这边的昏闹习俗 说不定对方真的会坐地起价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我将红包重新塞回老妈手里 语重心长 顺便告诉一声老爸 这一次 我绝不会让他再丢脸了 老妈还想再说什么 但被我强制推了回去 临上车前 透过后视镜 我看到老爸追了出来 嘴唇弩了弩 但始终没开口 这一天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亲友随行 一路上欢声笑语 我穿着精心定做的西装 如同出征的将军 领着车队 浩浩荡荡杀向酒店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式不还 临下车前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脑海里突然想到 这一句豪气甘云的古诗词 炮烛声 启哄声 周围看热闹的群众 加上有些俗套的流程过后 我终于杀到了 蒋美琪的闺房门前 在启哄声中 房门打开一条缝 是蒋美琪家的一众亲戚在堵门 为首的正是蒋明舟 姐夫 一会儿你随便给几个红包 一使劲 我就帮你开门 门后的蒋明舟 朝我猛食眼色 什么随便几个红包 谢金花走上前来 给了蒋明舟一记板力 三十万 开门红包三十万 钱不到位 门不开的呀 谢金花只高气扬 一副吃定我的模样 什么 三十万 我哪有那么多钱 我震惊无比 好似被雷劈重 待在原地 门内的蒋美琪家的亲戚 也纷纷附和 谢金花说 我开的公司都要上市了 还缺这点小钱 不掏钱就是心不成 我还怎么放心 把我女儿真正交给你 谢金花圆形毕露 怀抱双臂 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 蒋明舟这个时候 也开始出来打圆场 姐夫 你不是跟孟总和袁总是好哥们吗 要么你去找他们 借点应应急 毕竟结婚是人生大事 反正都是一家人了 迟早也是要当作嫁妆贷还给你的 蒋明舟连朝我奴嘴 好言相劝 我站在原地 冷笑一声 从西装口袋里 掏出三个红包 三十万没有 只有这三个红包 谢金花健壮 脸色一冷 骂道 就三个破红包 真把我们当作臭药饭的了 这三个红包 价值好几百万呢 谢金花见我神情笃定 将信将疑打开红包 随即惊呼一声 猛然降门关上 就在门外的所有人 都有些疑惑不解释 却是蒋美琪这个 本该稳坐闺房的新娘 提着裙脚就冲了出来 姓丁的 你想干什么 身着名贵婚纱的蒋美琪 一改之前的乖巧模样 怒目而逝 那三个红包里 哪里会真有几百万 里面装的是用不同身份的 蒋美琪 和三个受害者的亲密合照 这不是很显然吗 揭穿你蓄意骗婚的真面目啊 一时间 整个现场一片寂静 蒋美琪将照片撕烂 大骂 别想用屁的照片来吓唬我 是不是屁的 你自己清楚 我吓了笑 蒋美琪还想要开口 我直接打断了她 别再用什么怀孕之类的假话 来要挟我 以后屁图的话 麻烦找个专业点的淘宝商家 别当个真真假假 都分不清楚的二百五 蒋美琪连连摇头后退 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购房合同 房产证 名字 是假的 我点头道 这个我倒是找的 专业人士 所以请放心 你一分钱 也拿不到 不可能 不可能的 蒋美琪站立不稳 颓然退后两步 蒋明舟终于反应了过来 上前一步 姐夫 那我抵押的那三套房子 三百多万呢 你可不能私吞啊 你说什么三百多万 听都没听过 我摊开双手 一脸无奈 你答应过我的 你答应过我的 姐夫 姐夫 醒悟过来的 蒋明舟 也有些歇斯底里 答应 什么时候答应的 我加重语气强调 有转账记录 或者有借条收据吗 房子 抵押 三百多万 谢金花 呢喃了几声 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 盯着我和蒋明舟 你这个败家子啊 真要被你给气死了 谢金花随即醒悟 一口气没喘上来 两眼泛白 晕倒在地 蒋明舟当场哭出声来 妈 你不要吓我 妈 我不是故意的 都是这孙子 社局骗我 她骗的我呀 还有小玉 对了 小玉 卧槽 小玉她 我不知道 蒋明舟内心 经过了怎样的变化 应该也已经 大概猜到了来龙去脉 此时只看到 她跟着瘫软在地 双目无神地望着天花板 嘴里一直念叨着小玉 一时间 整个房间里乱成一片 呼喊声哭声一片 甚至还有人打了120救护车 蒋美琪不知道何时从裙下掏出 藏着的一只红色高跟鞋 尖叫着冲我挥舞而来 我轻易握住她戴着鸡手镯的手腕 淡然笑道 这些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彩礼 不知道还满意不 蒋美琪疯狂叫喊 丁海 王八蛋 我要杀了你 只是下一刻 一副明亮的手铐 却将她的手腕烤住 是两个民警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那三位被骗的兄弟 原来就在这里发生一系列闹剧的时候 酒店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 停了两辆警车 此时三位被骗的兄弟正在和民警沟通 当场指认蒋美琪 我整理了一下西装 不再去关心这场 已经注定结局的闹剧 我只是拿回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至于三位受害者的损失 我也替他们讨要回了大部分 试了拂袖去 深藏功与名 不过刚走到酒店大门的时候 却看到一群记者 扛着长枪短炮涌了进来 这是什么情况 我不记得自己有叫过记者 正当我疑惑时 老孟靠在他的宝马速武车头旁 正在路边冲我招手 想着这么重要的时刻 没几个媒体见证曝光下 那岂不是浪费了这么好的新闻素材 老孟一脸坏笑 所以我自作主张 叫了几个媒体朋友过来蹭蹭热度 我连忙竖起大拇指 还是你小子知道什么叫 锦上添花 老孟示意我上车 眉飞色舞 洋洋自得 过奖过奖 另外 我连新闻标题 我都帮你想好了 就叫 大龄青年制豆骗婚女 当众揭穿其精心骗局 公安干警火速出击 连夜将一范绳之余法 去你大爷的 经不住夸呀你 随着身后传来谢金花和蒋美琪 母女俩的凄厉嚎哭声 我关上了车窗 不再理会 示意老孟开车 海翔哥没来 老孟耸了耸肩 他不喜欢凑热闹 不过 他在阅宾楼帮你摆了一桌 说是喜酒没喝着 庆功酒不能错过 什么庆功酒 我愣了一下 老孟眉飞色舞 准备上市的庆功酒啊 笨蛋 老孟 先送我回家一趟 我放倒座椅 惬意地枕着双臂 好的 老板 老孟调皮地行了礼 随即调转车头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